女神关之灵,一直都是粉丝们心中的维纳斯,年轻时候的她,走到哪里都能带起一股清暮的潮流,毕竟颜值摆在哪里,就连女人都要被她迷到了。 但是,自从传出河流鸾雄不好的负面新闻之后,关之灵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存在,只不过因为长得好看,人气却不怎么降低。 如今,已经56岁的关之灵,还一直活跃在娱乐圈里,不说别的,就说她已经56岁的年龄,却拥有二三十岁的脸,保养得比现在的小花蛋还要好,着实是让人羡慕啊。 最近,关之灵去了上海,参加了一个品牌的宣传活动,当她出现在活动现场的时候,很多人都惊讶了,一身干练的小西装,配上白衬衫,就数她最亮眼。 现场的她,因为穿着品牌商的衣服,看起来也是年轻了好几岁,端着酒杯,对着媒体的镜头微笑,脸上连个皱纹都看不到,但是当看到她的下半身的时候,大家都惊讶了。 毕竟也是五十好几的人了,小腿上的血管轻筋非常的明显,膝盖的位置也是凹凸不平,看着非常的圣人。 按理说,像关之灵这样上了年纪的女星,一般都是保养得很到位,基本上看不到皱纹。 但是,人们常说,女人老的时候都是腿先老,肌肉松弛,皮肤褶皱,看着特别容易引起嫉妒的不适感。 而关之灵的这种老态,就是体现在了腿部位置,再加上腿部的保养也非常的不容易,所以膝盖以下轻筋遍布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当初,关之灵年轻的时候,小腿光滑如初,非常的令人喜爱。 其实,除了关之灵,金星也被人发现过相同的特征。 金星本身就是个舞蹈家,年轻的是因为经常用腿部力量,所以肌肉非常的紧动,但是这也就造成了年龄大了之后,肌肉松弛,腿部提前老化,脚踝也变形,真的挺让人心疼的。 反观关之灵,虽然他只是个演员,但是年轻时候对身体的保养,肯定也是下了大手笔的,只不过还是抵不过岁月的侵蚀,年龄到了,身体变老是谁也逃不过的。 很多人都在评论区留言,都非常的心疼他,女神变老,娱乐圈又要少一个女神。